南投人關心南投市 各位鄉親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縣政新聞 南投市三快錯區域排水 因年久石修嚴重危害防洪安全及農田保護 縣長林明貞22日依據地方陳情前往此地匯康 當場敲定赤資近200萬改善 南投高商也將在更新後的護岸上圍圍牆才會美化 加值打造市區亮眼景致 縣長林明貞22日到南投市三快錯區域排水 會看南投橋上游右側戶外 除了公務處水利工程客人員隨行 立委許書华助理蔡宗杰 立委馬文區秘書陳喜昭 特助黃國斌都到場關心 校園圍牆以及教室大樓 景林區牌的南投高商校長何景彪也到場說明 這一次波坎能夠來加強 對於師生的安全維護注意非常大 感謝我們的縣府同仁 林縣長帶領的縣府團隊 對於教育的關心 國務區我們的樹工的方式都是用乾切 樹頭去熬木頭去加起來 這些切實的傳統的維酒塔的方式做起來 已經連久了30年了 相信粉底圖也都會腐化 林縣長說因舊有的 軟石堆砌結構年久劣化破損 加上護岸頂雜木樹根張裂護岸牆面 恐有影響安全疑慮 而何校長除了當場感謝林縣長 解決校園面臨的安全威脅 也強調會在護岸更新補槍之後 爭取校園美化方案 進一步將護岸上方的學校圍牆彩繪 讓學生有一個安全的教授給他們上課 所以我們縣政府來發兩百萬 把這個圍牆唐土牆做好 讓學校這個圍牆能夠安全射出 能夠牢固不至於倒塌 所以我們會盡快的來發包設計 做完以後能夠很快的把那個彩位 把它畫上去 讓進來在張蘭的我們這是形象上 在張蘭旁邊 我們對面有一個停車場 讓我們的縣民也同時感受到 我們增加一個比較開闊美麗的空間 公務處水利工程科表示 此工程將採取鋼筋骨泥土 報復就有護岸方式補牆結構 同時清理攀附雜木 補牆的長度達兩百一十二公尺 同時在鐵頂新鋪二十公分厚骨泥土 所需經費接近兩百萬元 記者曾光佑 籃球士採訪報道